踩 逆過來 撇過去 很凝動的撇 點點點 撇過來 再逆上去 然後都上去 你看這裡還有細縫 起筆 下來都折一折 撇 再點 開插有點按下去 然後再從中間拉出去 然後其實這個字基本重心都偏低 一般踩我們下面木會伸的很長 上面寫的比較緊湊 它剛好相反 上面空間好大好大好大 下面寫的比較矮短矮短 好踩 那這個重心應該在這邊 直畫不是在字的正中間 只要小心點 很多人都會搞錯 來看看踩 第一個剛才講說 它那個起始筆畫應該是有點 按坐下去再逆回來 所以這邊感覺非常大 然後這邊就開始流暢的動作 流暢的動作 流暢的動作 撇過來 撇過來因為它這裡有一個帶的動作 所以前面是盾的 到這裡以後帶上去 然後這邊重新起筆 起筆 然後靠右邊的一點點以後 下面不太長 這還帶上去 帶上去 通常撇都不太觸碰 然後這個點甩下來按得很大力 可是它突然中間抽緊 按下去突然中間抽緊 好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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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